心裡的家 心裡的家 好 集品就會 往前一小談一下 我們劇中要代表的是一個 那個女時評論家 那麼她剛剛在紀等會的 夏姆也說了 在未來的戲劇當中 她是唯一成為一個 完全無憂淹的女孩 而且她是一個非常有貴族氣息 然後在裡面應該也是一個 評點非常犀利的一個評論家 那裡面呢 她到底跟誰勾了誰 勾了誰之後又就被害了誰 害了誰之後就跟誰有什麼關係 敬請大家一起期待 我們全新的週五華劇 好不好 來 左邊看一下來 OK了嗎 大家 還有還有 還有沒有 來 福德里 許豪你今天相當到的那個第一季 你可以擺姿出一個 比較雞排王子的樣子 好 不要再逼她了 她是那個 我這樣是不是 雞排跟我們比較大雞排 對 妳看一下 那比較像大太極確實 好 來 各位 小樂 瘦瘦瘦快就好了 來 想看到大家 開心的看到這個 幽極潛力的新生蛋 那這一次 她要參與了華劇的演出 自從上次讓人到笑聲 大家對她眼睛一亮 這次也相當期待無視前 也會在新劇當中 呈現出怎麼樣的特別的個性 小樂 瘦瘦瘦瘦瘦 都會收到她說明跟妳的喜歡 這次已經有非常多人 在期待她的新戲當中 亮眼的突出的 而且還有她不同比以往的 這個個性帥之外 她還多了一些特別的那個 角色任務 希望這一次能夠讓她 爆發出更厲害的演技來 來 瘦瘦瘦 大家期待的新戲蛋 OK的嗎大家 好 謝謝 來 奶油 我們來 瘦瘦 好 好 我們就不要平常擺Pose 她就這樣給妳拍的好了 好 沒辦法 奶油就是一個 比較甜 嫩的演技 但她在這一次 要有一個傲笑的地理 而且她人生第一次 演人家的地理 她在裡面好像要有所真愛 因為她還是一些角色的後部 好 來 我們來看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成功的 好 來 其他的 大家看了嗎 好 可以了嗎 好 可以了 別急了 可以了 我來聽你 叫她是不是 你去看劇場吧 好 她人加入 我們的這個全新的 中華劇 眾所期待 那在集體節目當中 剛剛她也特別說了 這是一個 有很特別的故事的一個角色人物 讓她在裡面除了精湛的廚藝之外 我們跟這個最終的美人 似乎都有一些很難以切割 還有很多糾纏的這樣的關係 她在場處理很多人物的細節的個性 希望這次在我們華劇當中 注入這個全新的 她這樣 經過最段長時間的 人生力量之後 全新的對於演戲 還可以更方便 配具很多種種全新的元素 讓我們來重新 中華劇集體絕配 可以呈現出一個 讓大家帶點精湛的全新的重點 謝謝光人 來 那我要開箱嗎 好 來 隨便 沒關係 你們兩個反正就是 自己隨便那個都看到 你也可以把她推走 好 來 我們的小公主來了 好 請大家敬請的那個 剛剛就是她演的是爺 她是親爺 我們有兩支這個前導樓的預告 那麼現在已經收到很多人討論 她的非常的唯美 那裡面也看到她們很多的 這個特別的一些扮相 那大家這個關注了 雨薇的這個自己的粉絲專頁 也看到了她也很樂意的跟分享 這段時間拍攝 也在那種種這個 你們沒有看那個幕後的點滴 看得出來她這次 是有一個非常放鬆的狀態 希望這一次在全新的戲劇作品當中 可以再次感受到 少雨薇的美麗 集體準備 全新的週五把就這樣正式跟大家見面 來 我們可愛的女主角 少雨薇 美麗搭檔的她的吳叔叔 吳康仁 兩位 一待會兒有共發出現 特別的故事 讓大家可以滿好的期待一下 好 來 這是最後的一支照片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 就是聯訪的部分 對 電子媒體請先準備好 我們要不要再次稍等一下 讓我們先把他們這個 聯訪的隊伍完成之後 我們再下請來個風 好 好 那我們Vito跟三個星王 持續前也透過直播喔 看到我們全程的 在包括我們電子媒體 訪問的過程 OK 那麼大家 我們把大家的情況推進來了 好 謝謝一位 來 大家一起來了喔 好 好 謝謝